《伍佛无门,为人自造》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先开感应篇第47句 《受恩不感,念愿不休》 那么这个都是物业当中的大物 诸节里面 前面这个三行 说得非常好 《善恶之恩,故人必报》 《暴记无力,心必敏感》 《念自在自,不可何忘》 这是中国古无圣先行 不但是教导我们 而且做给我们看 《知读论语》 《受恩不感,胜于畜生》 这是佛经上说的 《受恩之恩,没有感念这个心》 连出生都不如 出生 家里面许多人养的宠物 养的狗,养的猫 都知道干个人 世尊 世尊 在《大制度论论》里面 说 二地菩萨所修学的四个科目 其中有一条 《知恩报恩》 赵普老写这四个字 他是给杂志上提的 我看到之后 把它剪下来放大 做成一个贬恶 做成一个贬恶 你们大家都看到了 这一句话 在现前社会 我们要特别提倡 一个人 能够知恩报恩 纵然不学福 不求出三界 莱森也必定是 人天大福报 而反过来 忘恩负义 决定在山土 诸位 在许许多多 因果感应四季里面 你们都看到了 我叶森实在讲 没有什么大智慧 也没有什么真正修行功夫 我就是一点诚心 真诚 知恩报恩 我走过的地方 跟我见过面的人 我这一生当中 都念念不忘 一生 确实 是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没有价值 一般社会人讲 荣誉 我们有荣誉感 荣誉感 就有高下心 就是今天讲的时候 他要出一个特权阶级 就有高下心 高下心 心就不贫 我站在人上面 别人都不如我 我们学佛 佛是平等性 佛是清净性 我们学孔老父子 孔老父子 心地跟佛一样 清净平等 这个要懂啊 试出世间大神大行 教导我们 只有一桩事情 真正发心 这个发心 佛家叫发菩提心 什么是菩提心呢 为一切众生佛物的心 儒家讲理 理的精神是什么 自卑而尊人 他不是傲慢 你看佛法 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 每一位善知识 都说他自己 不如别人 在无量法门里面 自己只知道一门 以季强云比丘来说 修一门 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 也有很多种 在念佛法门里面 只知道一种 不如别人 智慧德行 样样都不如人 那是祝佛儒来的表现 如果觉得呢 样样都比人强 值得骄傲 这跟佛道 跟儒家的大道 恰恰相违背 佛给我们讲 贪嗔痴慢 是卧道的一因 贪魔鬼道 成灰地狱道 愚痴畜生道 傲慢修罗道 傲慢还要修福 才是修罗道 不是不修福 三卧道 三卧道去了 试出世间 慎行 教导我们 修什么呢 无非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 除世代人皆无 把贪嗔痴慢了 修掉 修就是修这个 除贪嗔痴慢了 佛在一切经论里面 常常教我们回头啊 凡至本处 本处是什么呢 本处是因念不生 本处是清净性 是真如自性 祝佛菩萨 也为一切众生佛无 自性做完了 能够返归本处 能够返归本处 都能够回到清净平等居 这是本处 真正能够回到本处 就是知恩报恩 我为众生服务 我还要讲条件 还要讲代价 那不是服务 那是交易 是有条件的 我一定要接到丰厚的供养 一定要得到相当的尊敬 这不是谈条件吗 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都不谈条件 一切都随缘呢 世尊的事情是脱布啊 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 哪有选择的呢 他们生活方式非常简单 晚上树下一休 走到什么地方 随遇而安 整个身心奉献给一切众生 为一切众生佛物啊 佛物里面 最有价值的 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教化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物 这是真实功德 无比的功德 无量功德 为什么 唯有开物 才能真正利苦的路 觉悟的人 不管过什么样的日子 不论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前面跟大家举例 乞丐都好 他都快乐 为什么他觉悟了 做乞丐都快乐 他所享受的那个快乐 跟住佛菩萨没有两样 迷了就苦啊 迷了做天王还苦啊 人王更不必说了 真正落是从物当中带来的 苦是从谜当中带来的 谁能帮助我们破迷开物呢 佛陀 菩萨 我们称为老师 称为善友 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司 阿弥陀佛也是我们的本司 所以我们受恩要知道什么是恩 什么是德 明了就觉悟了 不明就迷惑啊 几个人真正能明白呢 明白的人少 天天度尽 天天接受佛法喧修 是不是真的觉悟过来了 没有 真的觉悟过来 他的思想行为不一样啊 他所表现的是佛菩萨 是觉正经的行为 是清净平等觉的思想 那怎么会一样呢 觉悟的人 学己为人 迷惑的人 绝不会牺牲自己 主要知道 牺牲自己 是相似的觉悟 不是真正觉悟 真正觉悟 连那个牺牲的念头都没有 他还有牺牲念头 有牺牲念头 自己就很委屈了 是委屈求全 这个在儒家讲 这君子 不是圣人 圣行 连这个意念都没有 他才是真正清净平等觉 这才报恩 佛祖对我们的期望 是叫我们成圣成邪 是叫我们成佛成菩萨 我们真正成佛成菩萨了 这是真报恩 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宣扬佛法 把佛法介绍给广大的群众 我们就算报佛问了 也算是报恩 报的太少了 不是佛的意思 佛的意思是叫我们自己成佛 叫我们自己成菩萨 这个是真正报恩 你如果真的成佛成菩萨了 你就会跟佛菩萨一样 普度一切证实 这个才是世民真正的万文证 如果能够少许其入这个境界 我们感恩的心自然就生了 心量要大 念念为整个社会着想 这整个社会是整个世界的社会 为一切众生着想 这是菩萨心 这是报恩心的 处处为了自己的方便 为自己方便 决定就妨碍众生的方便 一定的道理 处处要讲求 为自己的享受 决定妨碍一切众生的享受 大家只要冷静思维 就明了了 佛的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慈悲 佛的行 看破放下自在随悦 念佛 我这二十个字 我这二十个字 总结大方光佛化验尽 也是总结 释迦摩尼佛一代释教 也是总结释放三世一切祝福如来的教会 我们修行 我们修行要抓到纲里 这二十个字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自己有疑惑 所以这才深入精湛 深入精湛的目的是破迷开悟 破迷开悟的目的是这二十个字的落实 真正做到了 这个人就叫佛陀了 就是佛家将的超凡如神了 这才叫真正的知恩报恩 这个年居意思很长 很深 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下期见 也等一下 我们下期见 点击